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若有不信同道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到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真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 戴金饰 穿美衣为装饰 只要以里面存得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 正是以此为装饰 顺服自己的丈夫 就如萨拉听从亚伯拉罕 称她为主 你们若行善 不因恐吓而害怕 便是萨拉的女儿了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她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她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 没有阻碍 今天正道的主题是 至亲至书至夫妻 好我们有请林强长老 亲爱的弟兄姊妹 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请坐 弟兄姊妹请坐 我看到有好多弟兄姊妹 都打开了视频 所以我在 开始今天的正道之前 我想先看一看 你们个人各家的状况 我看到有很多的家庭 聚在一起 有看到一些小组聚在一起 真的是非常感恩 感谢主 我们在这个艰难当中 主一直赐给我们恩典 我们可以与他同在 他的话语 在我们当中从来没有断绝 这个教会在极大的艰难当中 依然可以每个主日有敬拜 这是主极大的恩惠在我们当中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是彼得前书的 第八次的正道 在这个八次的正道当中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书卷实在是为受逼迫的教会 预备的 实在是为那一些在艰难当中的教会 预备的 今天的这个正道的题目呢 是我有一次在看守所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杂志 因为没有什么书可看好 然后看到一个杂志 早上登了一个小豆腐块文章 里面引用了一个唐朝的女诗人 叫李也 她写的一首短诗 叫八至 至近至远东西 至深至浅清晰 至高至明日月 至亲至书夫妻 当时我被这句话打动 我就是中国古人 唐朝人 一个女 女诗人很少 在中国历史上 女诗人很少 而且他们留下来的诗作 是非常少的 那我就看到这句话 虽然他们不知道福音 虽然他们不知道上帝 他们也不认识 他们完全不明白 但是上帝在他们 也就是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这个可怜的 古老的文化当中 依然赐下普遍的恩惠 普遍的恩典 让我们那个知道说 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种关系 就是夫妻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里面 藏着好多的奥秘 至亲的人是夫妻 但是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的夫妻 比路人还不容 比仇人还可怕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那一种在冷战当中 在罪孽当中的家庭 有的时候 比地狱还要可怕 当然其实不可能比地狱可怕 但是你的感觉 你觉得在这个家里面 你感觉 如果地狱是这样的话 你愿住在地狱里面 但是实际上你不知道地狱有多可怕 地狱当然比这个 比任何的这种 家庭 当然要可怕一万倍 求助灵敏我们 我们今天看到 夫妻关系如此重要 无论人们是否认为它重要 它实际上的影响着每一个国家 影响着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时代人们的实际的幸福 你如果从横向上看的话 你可以从婚姻的状况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民族的 每一个文明之间的实际的差别 有的时候你看其他的地方 你看不出来 但是你到人家家里面去看 你就能够看到很多真实的状况 中国人民的公敌 蓬佩奥 蓬佩奥先生 他是美国的第三号人物 但是前段时间 在网上流传一张他的照片 他在厨房里面做饭 然后又有一张照片 他在跟他的妻子孩子在家里面打牌 穿着个短裤在那里打牌 你什么时候看见 看见过中国的 或者是其他的非基督教文化的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会这样子生活 他们会把自己的生活的这一面 展现给他的百姓 你看不见 如果我们从纵向上看 从婚姻 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变迁 而且这个变迁是实在的 有的时候人们读文献 就是读文本 读文章读书籍 以为从里面可以找到 这个文明的变迁的线索 但是实际上你从婚姻能够看得更清楚 那我们今天看今天我们的一个世代 我们不难看出这个世代的败坏 是在加速地进行的 婚姻的败坏 还在写明我们活在一个末世当中 因为上帝所设立所定义所赐福的婚姻 在全球不断地被毁坏 2016年的美国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是一个重要的分水令 前不久 美国最高法院对各种奇奇怪怪的 这种性取向的人群 叫LGBT 这些人群的权力的保护的一个裁定 进一步放大了 对这个传统婚姻的否定 甚至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 美国一个城市宣布了 群婚的合法化 先是打破了一男一女 后来连一对一都打破了 将来在人和人之间会不会打破呢 那我们都不知道了 这个婚姻的被毁坏 在西方 美国其实不是最严重的 欧洲显然比美国更严重 在中国呢 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走到 从法律的意义上来修改 这个婚姻的定义 但是夫妻关系出问题了 这是普遍 中国人的普遍的感受 我想中国人 大部分人都知道 同床异梦 貌合神离 不再只是一个成语 就是形容中国 中国式婚姻的 非常恰切的词语 当然 甚至同床异梦 都已经太传统太古典了 现在的人都不同床了 都各自做着不同的梦了 然后贸合神离都太奢侈了 连贸合都没有了 2019年 中国一共办理的结婚登记 947万对 但是离婚登记有415万对 各位 你看到 这个 这个 这个世代的婚姻 以何等的速度在 解体 在崩塌 在崩溃 王一牧师说 上帝 把一个男人 跟一个女人 放在一生一世的盟约中 这是生命的根基 也是世界的根基 社会的腐败 是从家庭的腐败开始的 国家的崩溃 是从每个家庭的崩溃开始的 如果每个家庭都在崩溃 这个国家崩不崩溃 有什么关系 因为国家还没有灭亡 你的婚姻已灭亡了 如果家庭每天都在被颠覆 一个国家是否被颠覆 又有什么打紧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所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因为你在这个世代当中 写明你是婚姻的主 你是婚姻的创立者 你是婚姻的维护者 你是婚姻的救赎者 主啊 你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就创造了婚姻 因为你说那人独具不好 你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主啊 婚姻是你所设立的最小的政府 当你的旨意行在一个家中的时候 如同行在一个天上的时候 主啊 你的祝福就充满这个家庭 主啊 当你的祝福充满许多家庭的时候 这许多家庭所组成的一个教会 一个团体就要受祝福 当丈夫和妻子在你的心意当中 彼此相爱的时候 当丈夫为妻子舍命 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 夫妻二人就从婚姻当中 主啊 就能够认识你对人的心意 你为什么创造我们 你赐给我们什么样的使命 我们就能够更明白 主 你的教会的心意 因为你说 婚姻里面有极大的奥秘 但是你是指着 基督与教会来说的 主啊 今天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来认识 按照你的心意来认识 婚姻到底是什么 夫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心被你光照 我们的生命被你更新 我们的家庭被你来兼顾 我们如此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 这段经文一共七节 有六节是在讲 妻子要顺服丈夫 有一节是在讲 丈夫要敬重自己的妻子 要体谅自己的妻子 我想这段经文 读起来应该是很容易明白 我先从后面 那个讲的比较少的那部分开始讲 丈夫要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 和妻子同住 因她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要敬重她 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看到很清楚 上帝她吩咐 她的儿女当中 那些做弟兄的 那些做丈夫的 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什么是情理 那原文是知识 还要按照知识 按照什么知识呢 按照上帝关于婚姻的知识 关于夫妻关系的知识 来和妻子同住 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和原则是什么 妻子作为跟你不一样的受造 她们女性有什么样的特征 她们的愿望是什么 她们在生活当中的目标是怎样 她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惧怕和爱慕是什么 妻子在肉体和情感 和灵性上的优点和弱点是什么 夫妻之间如何的相处 如何沟通 爱的五种语言是什么 这都是知识 我们需要 丈夫们需要了解自己的妻子 需要体谅她们 需要按照知识和她们同住 因为她是比你软弱的 所以那一些 在家庭当中 粗暴地对待自己的妻子 无论是用冷战的方式 还是用热战的方式 对待自己的妻子的丈夫 都是可以被谴责的 都是需要被谴责的 因为她们的心太硬 她们不顺服上帝的 带领 上帝很清楚地告诉这样的人 你们的祷告 上帝不垂听 上帝不听你们的祷告 是因为你们没有处理好 跟你妻子的关系 你没有敬重你的妻子 没有体谅你的妻子 不能够好好的爱自己的妻子的人 在上帝面前 无论做怎样热战的祷告 可能都是有阻碍的 如果一个丈夫总是要求自己的妻子顺服 其实她是在 用行为显明 她是完全不配被顺服的 那一个邪恶败坏的人 所以 今天 首先我要对我们当中的 做弟兄的 要说 请你们来听上帝的话 你们当为自己的妻子舍命 你们当爱自己的妻子 但是接下来我们 要来看 这段经文当中 有六节都是在讲 妻子要顺服丈夫 为什么 我提一个问题给大家 为什么使徒彼得在这里看起来 特别的强调妻子的顺服呢 从这段经文来看 有这样三个原因 第一 你看到当时有许多基督徒姊妹 他们的丈夫是不信主的 这些丈夫可能听过道 但是他们拒绝相信 他们对妻子的基督教信仰 有反感 排斥 甚至会恐吓他们 会逼迫他们 不让他们在教会里面聚会 不让他们在教会里面服侍 可能他们有一些姊妹 面临这样的处境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 基督徒妻子的顺服 有护教和宣教的双重性质 什么意思呢 你看到在那样一个时代的时候 为什么丈夫对那些信主的妻子 不接纳 甚至有恐吓呢 是因为在2000年前 在罗马帝国的统治范围之间 在希腊罗马的这个文化当中 妻子你知道是 本来在外邦的文化当中 他们也是要按照自己的丈夫 所选择的信仰 一起来信她丈夫所信的神 所以当这些基督徒的妇女 他们从这个文化的捆绑当中 挣脱出来 他们有那个真实的对上帝的敬拜的时候 他们认识独一的真神 这时候 这个时候就给当时的这个家庭 当时的文化带来非常强烈的挑战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妻子在家庭当中的行为 如果他是这样的 他觉得我已经信主了 我又永生 你这个讨厌的该死的男人 你还在家里欺负我 我以后理都不理你 你这样的人就活该下地狱 是不是 那我叫你去教会 你还不去 我跟你传福音 你还不听 你这种人不是活该下地狱吗 所以我要怎么对待你呢 我理都不理你 你能把我怎么样 是吧 我有永生 你需要灭亡的人 但是你看到 如果一个妻子在家里面这样对丈夫 有两个后果 第一个 会使得这个丈夫他离得福音更远 第二个 他会使得这个人群当中 对基督教信仰 对福音产生极大的误会 他们会以为说 这些人真的是邪恶 好奇怪 他们去的主之后 他们就六亲不认 他们就变成丈夫 在家里面说话都不算 然后他们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 他们想跑出去就跑出去 他们以各种理由 要参加教会的这个聚会 要参加那个聚会 他们一个星期有好多次聚会 他们根本不招家的 他们觉得自己进行得不得了 但是实际上 这个给基督教教会 在这个当时的处境当中 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 但是上帝是不是 真的要让姊妹们信主之后 要这样子做呢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不是这样的 上帝吩咐那些 自己的丈夫还不信主 即使你的丈夫还不信主 且不要说你丈夫跟你一样是信主了 即使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 你要有基本的顺服 只有在一种的事情上 一个方向上你可以不顺服他 就是当他要求你不敬拜你的神 否认你的信仰 这样的时候你可以不顺服他 在此以外 在大部分的生活的家庭的决策上 你要顺服丈夫的带领 所以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就可以 这个圣经怎么讲 圣经说 你就可以让你的丈夫啊 他们虽然不听到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 真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真洁的品行是对人的 敬畏的心是对神的 这里我留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他这里面讲到说 要有敬畏的心呢 这个丈夫看见他们有敬畏的心 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这个我们留在后面再来回答 我们来看 在历史上 在我们现实当中 其实当一个姊妹 真的顺服上帝的 这一个指引 他可以在家里面 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 所结出来的那个美好的果子 奥古斯丁这样写 他说 说他的母亲 他顺服 他的丈夫 他把他的丈夫当作主人来服侍 尽他一切所能 为你 为主 赢得他的丈夫 他借着他的行为 向丈夫讲道你 你也借着他的行为 使他 变得美丽 最后 当他的丈夫来到人生 旅程的尽头 他为你 赢得了他 感谢主 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教会当中 也有好多的姊妹 有这样美好的见证 在我们当中 有好多的家庭 都是姊妹先信主的 是经过好多年 好多年的祷告 流好多年的眼泪 忍受好多年的委屈 然后上帝 赐福这样的姊妹 使得他们可以 得到那样的恩典 之后 他的丈夫信主 全家一起信主 感谢主 在我们当中 也有许许多多的见证 这是第一个原因 但这里面我提醒一点 并不是说 妻子有贞洁的品行 和敬畏的心 丈夫就一定可以 被赶化过来 在根本上 一个人是不是会信主 那是上帝的作为 我们当尽我们的本分 但是我们不能够说 我的丈夫还没有信主 是因为我还不够尽情 当你这么说的时候 就显明其实你还是 把上帝的主权 你篡夺了 你这样子想 其实是 是过于的 高看了自己的行为的价值 好 我们看第二个原因 一些基督徒的姊妹 对丈夫的顺服 是外在的迎合 而不是发自内心的顺服 女为月己者容 妻子为丈夫打扮自己 这个是不需要被指责的 这个是一个 任何一个社会里面 一个正常的情形 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 看到说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 戴金饰 穿美衣为装饰 只要里面存着长久 温柔 安静的心为装饰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彼得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也许 你的丈夫 如果看到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确实的干干净净的 你在外面都弄得很好 然后在人前也让他有面子 可能他会更喜欢你 但是这个只是外在的顺服 只是个外面的样子 你们要有真正的里面的顺服 你们要有长久温柔 安静的心 什么是温柔和安静呢 温柔 上次秉森长老在讲这个主日学的时候 在讲圣灵酒果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 温柔的核心定义是什么 是忘我 它的反面是优越感 沉迷于自夸 自我膨胀 嫉妒 无法与人同乐 温柔有一种假象是自卑 或者是众人皆罪我多喜 那真正的温柔是什么 真正的温柔是不计较自己的益处 在任何的时候 都自己放在比较卑微的位置上 来服侍其他人 所以在这个温柔安静的心 而不是看到自己的丈夫不信主 然后就天天就缠着他 要跟他吵架 然后要骂他 然后要逼他去教会 这样的方式是不合一的 我们看到 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要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 但是 你们这样做的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为什么 我们把这个问题也留着 我们一会儿再来回答 第三 在上帝救赎的历史当中 仰赖神的圣洁妇人 都是这样顺服丈夫 你们要效法他们成为仰赖神的圣洁妇人 在这里面举到了亚伯拉罕的例子 这是个正面的例子 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例子 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 顺服他自己的丈夫 即使他的丈夫是一个 虽然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但是实际上你看信心之父 在历史上有多次的没有信心的行为 他在埃及 面临危险的时候 他就让他的妻子装作是他的妹妹 不是他的妻子那样 然后你就是他的妻子被法老娶去 然后要做法老的妻子 你看到 亚伯拉罕即使他这样做了 他的妻子撒拉依然是胜服他的 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 那当然反面的例子就很多 那我想我们在圣经当中 看到的第一个 就是夏娃不顺服 所以导致他们夫妻两个人都落到罪里面 这里 这个地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经为什么在举到撒拉的例子的时候 要说她是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呢 你说她顺服是很好的 我们要笑话她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 这里面特别强调 她是仰赖神的圣洁妇人 你们若如此做 你们也是撒拉的女儿 也是成为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呢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们也留着 我们留了三个问题 我们一会儿来 一会儿来看 刚才我们一共看了三个理由 留了三个小问题在那里 为什么圣经强调 妻子的顺服 其实还有一个理由 需要非常仔细的来看 这个圣经的原文 这个经文本身 我们才能看得出来 在这个三章一到七节的开始的地方 有一个词 在和和本当中没有翻译出来 是照样 照样你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个词非常重要 这个词非常关键 因为我们 我们必须联系上下文 才能够明白 这个照样是什么意思 照样是什么意思呢 是前面在讲 你们做仆人的 凡事要存敬畏的心 顺服自己的主人 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 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你们照样 你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你的丈夫 在前面十三节的地方 你们为主的缘故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 罚恶赏善的存在 照样 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所以从这个联系上下 我们看出来 顺服 不只是在夫妻的关系当中 顺服是一个整体的要求 甚至我们不能说这是要求 其实这是一个新的人类 这个新的人类 被福音所分别出来的 被恩典所分别出来的 新的人类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这新的人类是什么 就是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 你们是客旅 你们是寄居的 所以你们在地上 无论是那一些邪恶的政府 那些邪恶的 你在职场上的老板 还是你们乖僻的丈夫 脾气不好的丈夫 你们都可以顺服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寄居的 你们是客旅 为什么你们可以顺服 因为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你们是活食 是灵工 你们是照着神的先见 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至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学所洒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经不是 一个婚姻生活指南 圣经不是婚姻生活指南 爱和顺服 或者说敬重和顺服 不是一套 关于夫妻相处的 模式的一个标准答案 基督徒不是要从圣经当中 来得到一套新的律法 用于指导自己去 如何经营自己的婚姻 圣经有两种读法 没有重生的人 处处读出律法 他看到的是 上帝要让我做这个 要让我做那个 上帝不让我做这个 不让我做那个 而那被圣灵重生的人 处处读出福音 他就会在这里看到说 原来上帝是 使我先成为 那个被福音所拯救的罪人 成为那一个蒙恩的罪人 成为那一个被释放的 被从死亡和罪的捆绑当中 被释放的那个天路客 所以我可以在这个地上 过一种与世人不同的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 读经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读之要得法 不然的话 你读得越多 你越自义 你读得越多 你越远离福音 这重要的事情 我们不是要从圣经当中 得到一个婚姻生活指南 可以照着生活 我们得到的其实是一本 婚姻失败诊断指南 婚姻生活 职场生活 和正教关系 公共生活 都是我们应用福音的 具体的情境 都是我们操练进前的 不同的课程 都是我们认识和经历 恩典的不同的机会 都是我们属灵征战的 不同的战场 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 我们特别容易把福音 发明成一套新的律法 以为照此遵行 就可以得到好的结果 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到 我们应该这样做 应该那样做 然后我们就照着做 我们觉得我们 我们做得好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我们做得不错 我们是好基督徒 如果我们做不到的时候 我们就说 我们可能我们很失败 我们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我们如果遇到婚姻的征战 夫妻的不和 我们就会像拿出一本 冰箱说明书一样 翻到关于婚姻的章节 哥勒西书三章18到19节 以夫所书五章22到33节 在那边说了 婚姻是这样子的 这个丈夫应该这样 妻子应该这样 然后我们试图 来诊断问题所在 然后刚才这个思路 我们得出两个结论 一论呢 是因为丈夫不爱我 一论是因为妻子不顺服 然后呢 我们就相互指责 把婚姻的问题和婚姻的失败 都归给对方 我们以为说只要他变了 我们家就好了 我们家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家的问题就是 我的丈夫他不能够爱我 我们家的丈夫是 我的丈夫不肯 为自己的妻子舍命 不愿意舍己 我们家的问题是这个 我们家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家的问题就是 我的妻子不顺服 如果我的妻子顺服 那我们家就好了 我们家就可以成为 至于我和我家 都要侍奉耶和华 障碍是什么 障碍就是 妻子不顺服 我们常常是这样看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一种 本末导致的思路 你这样看的时候 似乎信仰是用来帮助 来实现你的价值 其实与之相反 信仰其实是在各个 生活场景当中 要表达自己 被圣灵重生的生命 在各个场合当中 要显出这个 与未重生之人的不同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发烧了 发烧了 是因为身体出问题了 如果一个人头疼 头疼是因为身体出问题了 婚姻出问题了 是因为信仰出问题了 婚姻出问题了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你们家里面 你的丈夫 你的妻子出问题了 是因为你的信仰 你们的信仰出问题 有一位神学家叫 汤盖瑞 他毫不客气地说 在每一个不美满的 婚姻的背后 都隐藏着 尚未悔改的罪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不是为你的婚姻而存在的 甚至神不是为你的 得救而存在的 你的婚姻 你的侍奉 你的整个生命 都是为了上帝而存在的 爱德华之曾经这样说一段话 他说 以上帝为乐 是唯一能使我们的灵魂 得以满足的幸福 得以加入 全然享受上帝的同在 胜过在世上 最舒适的居所生活 胜过这个无数倍 父母 夫妻 儿女 或是世间的朋友 不过这是影儿 上帝却是本质 这些不过是四散的光辉 上帝却是日头 这些不过是涓涓细流 上帝却是圆泉 这些不过是滴水 上帝却是海洋 所以 当我们读到彼得 在这封书信当中写到 妻子要顺服丈夫 丈夫要敬重妻子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得到一个新的 关于夫妻关系的指南 我们乃是知道一件事情 婚姻是一个古老的战场 婚姻是一个属灵的战场 我们与上帝的真实的关系如何 有的时候 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智慧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顺服上帝 有的时候我们连自己都骗过去了 但是上帝却给了我们一个智慧 就是让我们来看 在一些关系当中 来看我们自己的真实的生命光景如何 我们真实的属灵状态如何 在我们与在上掌权者的关系当中 在我们与我们的肉身的主人 我们公司的老板的关系当中 那些能够掌握我们的前途命运的 这些人的关系当中 最重要的是 是要看我们 与我们自己的丈夫或妻子的关系 所以如何看待婚姻当中 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这是一个如何把福音 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的 一个核心的意志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保罗写信给以色索教会 给公罗西教会的时候 当彼得写信给小亚西亚的这些 这些信主的这些外邦的基督徒的时候 他们都是在把福音应用 在他们当时的环境当中 刚才我有解释说 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子来强调 妻子要顺服丈夫 是因为有那样一个 护教和宣教的双重的性质 在今天当我们在中国信主之后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摆脱中国文化 对我们的捆绑和束缚 中国文化对婚姻的定义 对基督徒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如果没有福音的真实的更新 基督徒夫妻会依然活在 中国文化的捆绑之下 我们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有一对要结婚的弟兄姊妹 他们说 我感觉圣经当中要求的 妻子和丈夫这件关系 跟我们中国传统很像 差不多 都是妻子跟丈夫的关系在 那我跟她讲 我说其实差得太远了 是有本质的差别 那我们如果不在福音当中 我们甚至看不出来这个差别 我们以后差不多 因为中国传统也是这样子 中国传统也是男尊女卑的 夫为妻刚的包办婚姻的 妻子在家里面是没有什么 说话的权利的 那妻子在家里面 甚至在即使到今天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 如果家里面来了客人 妻子做了半天饭 然后她是不上桌的 她是要在旁边一个地方 自己自己盛点菜 在旁边厨房 在旁边一个小桌子上去吃饭 即使到今天依然是如此 这个传统文化的影响 有很多人以为说 传统文化也对我没有影响 我不念四书不念五经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一点都不知道 没有影响我 传统文化的影响是透过汉字 透过一代一代的人的血脉相传 透过在一个一个的家庭里面的言传声教 实际上就传给我们了 我们在今天很多很多弟兄姊妹 当想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 她想到的模范的这个典范是什么 就是你看在我奶奶那辈人的时候 我奶奶在家里面可听我爷爷的话了 那我妈妈虽然有点不听我爸爸的话 但是还是基本上跟你们这些姊妹相比 真是差太远了 你知道我妈妈跟我爸爸这些关系是什么样吗 那我不管怎么样 我爸爸想骂他就骂他 想打他就打他是吗 他都是在家里面都是很顺服的 那你们这些姊妹真的都是受了自由化的影响 所以今天你们不顺服 所以你看到其实当你这样说的时候 你依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阴影当中 完全不是在福音当中来看夫妻的关系 中国的这个婚姻的关系 婚姻的观念 以前的所谓的传统是什么 传统其实是一个女性被奴役 女性被物化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他说这个题目很有意思 中国是婚姻 不爱才是天经地义 他说中国人的婚姻和家庭不讲爱 不讲私情 讲的是纪律 讲的是效率 在门当户的基础上 相亲结婚 立马生一堆孩子 然后女人管家 男人赚钱 如同合作伙伴一样 分工清楚 得任明确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 当然你说 现在人说的是可能太偏机了吧 那我看到有一本书 中国学者 废校通学的乡土社会 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里面 是一本经典名著 然后他怎么说 他说中国人的家 是一个事业组织 家的大小 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 如果事业小 夫妇两个人的合作 完全能够应付 这个家也小的 等于家庭 如果事业大 超过夫妇两个人 能够搭书的 就变成了兄弟 博书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面 所以他说 中国的家庭是一个 绵续性的事业社群 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 在婆媳之间 是纵的不是横的 夫妇成了配轴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不警醒 我们其实还是活在 那个原来的 那一个文化的影响当中 兄弟如手足 妻子如衣服 对你有影响吗 你说我 我从来没这么看 我觉得这样太邪恶了 这种想法 真的太可怕了 但是你知道 中国传统社会里面 妇女的地位 是非常可怜的 你遇到瘟疫 遇到这种饥荒 遇到洪水的时候 那你知道妻子 会遇到什么 这样的处境吗 他们很多家庭 就是把自己的妻子卖掉 卖掉 我看到耶鲁大学的教授 陈志武 他写一篇文章 叫 清代妻妾价格研究 传统社会里 女性如何被用作避险资产 亲爱的弟兄兄妹 你觉得这个题目够刺激吗 你说这个太邪恶了 我觉得不是这样想的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当中 我们就生活在那种文化当中 我们 我们离的这个文化 其实并不远 这样的时代离的我们并不远 中国可能 这种传统的 对婚姻的观念受冲击 也就是一百多年的历史 中国自从受现代启蒙之后 我们开始讲男女平等 讲恋爱自由 但是这种男女平等和恋爱自由 是自由主义的 是个人主义的 当然然后这个很快 连这个东西也不讲了 我们终于跑步进入 共产主义社会 然后我们讲的是什么 父女也是半边天 那这个时候 那我们在生产的时候 在田里面干活的时候 男人调一百斤 那女人也要调一百斤 男人去挖石头 女人也要挖石头 男人跳到水里面去 这个抗风就险 抗风抢险 那女人也要跳到水里面去 抗风抢险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把男女的性别的这种差异 完全的忽略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是在这样的传统当中过来的 我们 我们一下子就跳到 丈夫要爱妻子 为妻子舍命 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你觉得这中间没有横沟吗 这中间没有断裂吗 我们真的就这么轻轻松松的 就这么跳过去了吗 我们如果不处理我们 我们自己灵魂深处的 我们自己的认知结构深处的 那种文化藏在我们里面的 那一个罪恶的结构 我们很多的家庭 其实依然是传统式的 依然是 那你说 英诚长老我都不同意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可能是这样的 不信 你可以测试一下 当你带着你的妻子 或者是当你跟你的丈夫 一起回老家 住在你父母的家里 或者是住在他的父母的家里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 你就知道 你们对婚姻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 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是什么人 你到底跟谁比较亲 你一回到老家 你会发现 你很快就发现 很多弟兄姊妹很自觉地 把他的老家当成他的家了 然后他跟他爸妈才比较亲 然后妻子迅速地成了外人 然后或者是有些姊妹 把自己的丈夫带到自己的家里 然后他迅速跟他的父母 不管他以前年轻的时候 跟父母产生过多少矛盾 曾经有多大的怨恨 但是他迅速地跟他的父母 站在统一战线 他的丈夫变成了外人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血缘关系 对我们的那种影响是何等之深 我们在福音里面没有被更新 我们没有真正把妻子和丈夫 把婚姻的关系 当作我们人际关系当中的第一位 我们没有按照上帝所设立的 婚姻的定义 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说 结婚是什么 婚姻是什么 乃是男人要离开 当然女人也是 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 与妻子与丈夫联合成为一体 我们不是按照这个定义来理解的 所以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对我们基督徒的婚姻的理解 依然是在发挥作用的 那我看到那个 有一个传教士写了一本书叫 叫中国人的气质 中国人或者叫中国人的素质 那本书里面讲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他说根据中国人的教 根据中国人的这个教导 私妻子 也就是疼老婆孩子 就是不孝之举 你知道吗 那在这个二十四孝里面 有一个故事叫郭聚男儿 就是汉朝人郭聚他很穷 他发现他养不活一家人了 如果母亲也要养孩子也要养 那就养不活 他就对他的妻子说 我们太穷了 连妈都养不活了 小孩子还要分妈吃的饭 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孩子埋了呢 以后我们还会有小孩子 但是妈死了 我们就没有妈了 弟兄姊妹 说我不是这样的 我肯定不会这样 但是有多少弟兄姊妹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说 如果我跟我妈图事掉到水里面 你就哪一个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问这样的问题了 福音对我们夫妻关系 婚姻关系的更新到底进行了几分 有的时候你需要在这种处境当中 你就被测试出来 中国人 这个我继续读一段 这个明恩谱 这个他写了一段 他说中国人关于孝道的教义 把妻子放在卑贱的地位 关于妻子对丈夫的责任 或丈夫对妻子的责任 孔子什么都没说 基督教要求男人离开父母 与妻子相守 而儒教则要求男人厮守父母 并强迫妻子也这么做 假如丈夫与父母的关系 以及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两者发生冲突的话 那么后者 就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作为一种次要的和卑贱的关系 必须做出让步 中国社会的结构 是按照家长制的模式 按照血缘的这种延续建立起来的 现在弟兄姊妹 有多少的弟兄 你们自己满心自问 在你处理你的 你跟你父母的关系 和你跟你妻子的关系的时候 在面临这样的争战的时候 有多少时候你已经 你已经真的在福音里面 已经走过来了 已经很清楚的 可以在任何的问题上 很清楚的知道 你跟你的妻子的关系 才是第一位的 你真的在任何的冲突和矛盾当中 你都是很清楚的 站在你妻子那边 当然我不是说 你妻子做错了 然后你要维护她好 即使你妻子做错了 也是在你跟她之间去处理 而不是站在你妈那边 然后去骂你的妻子 站在你爸那边 去骂你的妻子 有多少的弟兄在这些时候 都是犯糊涂的 写明是被中国文化捧绑 这样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不能够打破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限制 我们不能够打破 这样的一个 咒诅的话 那我们真的 我们依然是活在 这一种 我们自己以为的 其实以为我们自己信主了 其实我们 还是非常可怜的 一种光景当中 我得说 其实我也是 是非常失败的 我今天我在你们当中 这样来分享 并不是因为 我自己做得很好 其实很多年以来 我都生活在一种假象当中 我都生活在一种 我自以为 我做得还是不错的 我自以为 我对我的妻子是挺好的 我很多年 我都活在这种假象当中 我跟我妻子 今年结婚已经16年了 前面有10年的时间 她都是非常惨的 非常惨 因为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对她很好 我从来不觉得 我对她有什么亏欠 我老觉得 我们家的问题 就是因为 我妻子个性太强 性格不好 然后 我觉得都是她的问题 如果她 她如果 脾气改一改 能够讲道理 能够在生气的时候 不那么生气 不那么做 不说那么极端的话 不做那么极端的事 那么我们就会好 但是 当地在2014年的时候 曾经给过我一次极大的光照 在一个困难当中 我在弟兄姊妹当中以前分享过 我就不分享这个 但是2014年到2020年 在6年 我后来慢慢慢慢的 我觉得 我觉得我在这个当中 我已经看到自己的问题了 我觉得我自己现在 我也知道我自己有问题 我也知道我对我的妻子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不够爱她 我觉得我真的 不明白她的需要 没有能够体恤她 等等等等 我的问题当然是 我不够爱她 但是其实我还是不知道 直到今年2月3月的时候 我的妻子 这个爆发了抑郁症 这个躺在床上起不来 然后我才发现 我才 主催给我一个机会 我系统性的 比较深的疏离 在这16年的婚姻当中 我到底对我妻子 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因为即使在这个 在14年之后 在6年当中 连我的妻子 有时候都感觉到 可能是她自己的问题 她有时候觉得 我丈夫 就是你看 她都有自我的反省 她都有的时候 都在这个冲突的时候 都会自己 这个责备自己 自己会祷告 然后自己 那肯定就是 那就是问题就是 我不爱主呗 是吧 就是因为我这个 我很背逆呗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是吧 那我丈夫就挺好的 你看 她的教会 又做传道 然后又做长老 她有什么问题呢 她肯定没什么问题 那肯定是我问题 但是实际上 到底问题在哪里呢 实际上 人的心是不会说谎 在跟上帝的关系当中 然后 当我的妻子 她抑郁症 不能够 不能够 在一个 那个很低的一个泥潭里面 出不来的时候 我才看见 其实这些年 我对我的妻子的伤害 是何等之深 我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一个 一个道德主义者 一个立法主义者 我对自己的欺骗有多深 我才发现 我不只是伤害我的妻子 其实我也在伤害 我所服侍的弟兄姊妹 我也在伤害 跟我一起服侍的同工 因为我实际上 我的心是非常映明的 因为上帝 他给了我一些坚强的个性 但是这个个性却 在我这里 我记得共产党的 这个抓我坐牢 他没有破碎我 因为我在那个坐牢的 那个处境当中 我还是能够凭着自己的毅力 还能挺过来 就是我觉得没事 他们没有把我怎么样 我出来好好的 无论是身体还是灵性 我觉得都没有受到什么亏损 我出来以后 我觉得 而且你们还看到我减肥成功了 是吧 那个瘦了20斤 得了很多的艺术 好得不得了 但是 等到我回到我自己的家里的时候 我发现我那一颗刚硬的心 其实没有变化 我依然对我的妻子 是用那种 我都在所有的行为上 我都做对 我都尽量做对 让他无地自容 让他所有的事 都发现 他彻头彻尾就错了 就是因为他不讲道理 就是因为他不爱主 他不属灵 就是因为他不祷告 他不读经 他不喜欢家庭经败 所有的问题都是他的 但是 但是 上帝借着我们 我们所面对的这一个困难 当我在那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我放下大部分的教会的服饰 然后我跟我的妻子一起 接受辅导 我跟我的妻子一起来看我们 婚姻当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看我们的生命当中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 但是上帝很快的医治他 我非常 我觉得这个太奇妙了 你知道抑郁症是很难治的 但是我的妻子 她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她就好了 她真的是好了 她现在这个整个的状态就是跟以前判若两个人 我难以想象你 我其实就这样变成这样一个人 那是我自己的变化是很小的 今天当我在给你们讲到的时候 我依然看到我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怜的 是一个非常可怜的 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人 因为我很多时候依然是在依靠自己的恩赐 在服侍 不是依靠恩典 很多时候我都是 都是在血气里面发的热心 我不是真的 真的是被那个恩典驱动 以至于我不得不 不得不做 不得不奔跑 我很多时候是出于习惯 我以前工作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工作狂 我就是一个 一天到晚 就是可以从早上六点钟起来 到晚上十二点钟 可以不停止的工作十几个小时 然后一点都不知道疲惫的人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说在服侍的时候 他他很热心 他很努力 得有什么了不得的呢 没什么了不得的 这样的一个人只有在他 愿意放下他的服侍 愿意花多一点的时间 去跟自己的妻子一起聊天 一起做他妻子 愿意他做的事的时候 他可能才会有稍微有一点点的转变 但是到今天为止 我在这些事情上的悔改 依然是非常少的 依然是少得可怜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不是说我有什么样的成长和进步 我哪是看到 在我里面依然有一个 要与中国文化 与自由主义 与我自己里面的那个 罔顾的罪的结构 要去征战 不然的话 我都做对了 我都说对了 然后没有人可以 可以挑剔我什么毛病 但是我却在不停的伤害 我最希望去爱的人 我可能 我可能也在不停的伤害你们 我爱我妻子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想 我爱你们 应该不会超过爱我的妻子 所以我爱你的方式 可能也跟爱我的妻子的方式一样 所以我心里面 常常在抱怨你们 我心里面常常在 我心里面可能常常也是在 也是在这个 不喜欢你们 虽然我不说 我什么不说 可能你们也就感激到了 比如说 那印象长老确实 给我很大的压力 他那么拼命 他那么爱主 为什么我不爱主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是的 今天我得告诉你 不是我爱主 你不爱主 是我比你更贫穷 我比你更可怜 你知道自己软弱 我连自己软弱 我都不知道 所以愿主使我们真的 可以在他的恩典当中来降服 有谁若不依靠恩典 想要靠自己 靠自己 哪怕是舍己身 叫人焚烧又怎么样呢 哪怕是你为你的妻子 做了一切 你做了一切 然后你还不责备他 你还不怨他 好像你做的挺好 你说的挺好 但是你的心是如何你知道 而你自己不知道 你的妻子知道 如果你的妻子都不知道 上帝知道啊 你想要欺骗自己到几时呢 你想要 你想要让你的婚姻当中的 这个罪的拦阻 这个罪的梗阻 在你们家要存到几时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愿主今天使我们在他面前可以来悔改 因为婚姻是一个核心的战场 婚姻当中的那个状况实在是 真的是可以反映我们真实的树林的状况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要求说 在选职士 选长老 在案例牧师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考核 就是要考核他的家庭的状况 一个人如果在家里面 不进钱 他的外面再进钱 是假的 如果在家里面不爱主 不能够活出那一个 爱主爱人的生命 他的外面再热心 那个是假的 那是假的 我再说一次 那是假的 所以我 我做一个假敬钱的人 存在了好多年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求你们饶恕我 如果我曾经 因为我的 我的这个 这个假热心 假敬钱 误导了你 伤害了你 我请你们原谅我 我请你们也为我祷告 让我 因为这个悔改不是 不是容易的 这个悔改不是容易的 这个 因为 不只是文化的力量 最根本的是魔鬼 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罪 那个罪拦住我们 我们今天被圣灵光照 我们可能会有一点悔改 但是明天的时候 我们依然会 看 我们做的 我做的还不错 那都是你们的问题 我看 我没有问题 你们这样做不对 那个对与错 很快就成为我们评判的标准 我们很快就列了一个清单 然后我们照这个清单做 然后我们看到自己不错 然后我们就看到别人 有好大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 我们是根深蒂固的律法主义者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拿到一个基督徒的 一个爱主行动清单 然后照着他来做 画上一个一个的钩 然后 一个有十个问题 我如果画了三个钩 我觉得自己还不错 画了六个钩 我觉得自己及格了 画了八个钩 我觉得我应该还不错了 我应该比我身边的好多弟兄姊妹的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 婚姻这个战场 是我们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真实的一个树林的战场 所以我以前常讲 其实我在神学院读书 读这么多年 所得的收获 可能还不比我在婚姻当中 所得的多 我坦率承认 今天我在我的婚姻当中 依然的继续的 被上帝破碎 依然的被上帝光照 上帝依然透过我的婚姻来赐恩给我 我还是 在一个非常开始的 一个地步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所以 我已经讲了很长了 我想我要 差不多要 要结束了 在结束之前 我想来 读王一牧师 在那个默想婚姻当中 写的几段话 他写了四十条 我读最后三条 如果基督 是为我死的 他就是为将来的我 或我将来的犯罪 而死的 基督的爱 多么肯定 多么大胆 多么惊人 为什么我们常在配偶犯罪后 感到自己难以原谅对方 因为我们没有在对方犯罪之前 就已经原谅他 换言之 如果我要等到对方犯罪以后 再决定是否原谅他 我们爱对方 已经爱得太晚了 事实上 婚姻的誓言当中 已经包含了 预先的原谅 婚姻建立在一个 已经原谅的盟约之上 换言之 不是犯罪 意味着被约 是不原谅 意味着被约 这是38 39 和一个总是正确的人在一起 是很难受的 比如说像我在那里 有时候我们和配偶争吵 是因为他错 但有时候我们和配偶吵架 是因为他对 就因为他是对的 所以我们想反抗 正如我们背逆神 是因为神总是正确 总是犯错的人 令我们绝望 但一贯正确的神 又令我们抓狂 所以配偶的对和错 并不是我们吵架的 真正原因 不被赦免 拒绝恩典 才是我们的婚姻 如此艰难的根源 最后一条 一个好的婚姻 是在婚姻中的人 愿意和善于对自己说不 而不是善于对配偶说我要 但这显然违背我们的本性 除非圣灵 将那位在十字架上 对自己说不的基督 不断地赐给我们这些 对自己说事的人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神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要我们求你的灵 来光照我们这一间教会的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淑女的儿女 主要我们今天 在长时间的逼迫和瘟疫当中 我们许多家庭遇到很大的艰难 主啊 我们在艰难当中 我们的婚姻受到了猛烈的攻击 因为在这个艰难当中 其实我们自己的信心 是我们的信仰 是我们跟你的关系 出了很大的问题 或者不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而是你用这一切 就显出来 我们跟你的关系 原本就有很大的问题 主啊 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 主啊 婚姻的艰难 正是我们的信仰上的艰难的一个投影 当我们的婚姻亮起红灯的时候 我们要来回头来仰望你 主啊 因为这正是你对我们的提醒 我们若不悔改 不只是婚姻要破裂 而且和你的关系也要破裂 我们若不悔改 主啊 我们就会在犯罪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主啊 求你来帮助这个教会 每一个淑女的儿女 主啊 在你圣灵的光照之下 不是简单的看圣经 要我们做什么 主啊 乃是看你的恩典 以及为我们成就了什么 而我们如何的拒绝这个恩典 主啊 求你来击碎 我们那个顽梗悖逆的心 主啊 将愿意 将顺服 赐在我们里面 好让我们顺服你的带领 好让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 可以真实地来顺服自己的丈夫 好让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 可以真实地来爱我们自己的妻子 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们 更新每一个家庭 复兴每一个家庭 主啊 求你来复兴这间教会 从复兴每个丈夫开始 从复兴每个妻子开始 从复兴每个家庭开始 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